大家好,我是艾蒂,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这一期又来到了旅行摄影101栏目 这个是一系列摄影基础操作的相关内容 给大家讲解相机的功能都有什么样的使用技巧 像之前的直方图和曝光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对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想要解决对焦就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比如对焦模式的选择,对焦点该如何选 然后又会牵扯到测光点和测光模式的相关问题 所以接下来的这三集旅行摄影101 我们就来集中解决这一系列困扰大家的难题 今天我就先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对焦模式和对焦点该如何搭配使用 才能获得一张正确对焦的照片 这期内容呢比较的特殊 我呀建议您现在就去把相机拿过来 边看视频,边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感受一下不同的对焦模式 影响一张照片清晰度的最根本问题呢 就是对焦,就算是曝光再精准,颜色再漂亮 如果没对上焦的话呢,可就全都摆瞎了 或者呢,往严重里说,对焦错误是在后期无法被挽救的重大失误 一旦发生的话呀,照片百分百作废 这些错误呢,不是相机的错 是使用的时候我们给出了错误的指令 毕竟啊,相机只是一台机器 它呢,只能模式化的去分析这些画面 但是呢,它无法做到和我们一样去思考该如何处理 首先在相机中找到对焦模式的设置 它通常会显示最少三种不同的模式 其中属于自动对焦的模式啊,有两种 分别是AF-S和AF-C 也就是以AF开头的呢,就是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模式为MF 以我这个富士XT3相机为例呢 机身上有这样一个快捷的拨盘设计 可以自由的切换这三种模式 其他品牌的相机啊,是在菜单当中进行选择的 而且啊,您那个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模式可以选择 但是呢,整体意思都差不多 最常用,也是最便捷的对焦模式 就是自动对焦 也就是AF-S和AF-C这两个模式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不同的自动对焦模式该在什么时候使用才合适呢 在旅行中呢,我们会拍摄很多内容 其实都属于静止物体 比如风景、建筑、桌上的食物 甚至是旅游的时候那些合照 也就是一切摆拍的人像 都可以归纳到静止对象这一类里边 大家现在可以随便找个物品放在桌子上试一下 在相机中选择AF-S单次对焦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把对焦点移动到想要拍摄的物品上 半按下相机的快门进行自动对焦 等待屏幕左下角的对焦提示出现呢 或者对焦点的这个方格会变为绿色 就说明已经成功的对焦了 这个时候按下快门进行拍摄 就可以获得一张清晰的照片了 如果持续没有出现这个对焦提示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镜头距离被拍摄的物体太近了 每一个镜头都有它自己的最近对焦距离 通常是20-30厘米 越是长焦镜头就要离得远一点才能进行对焦 广角镜头可以贴得很近 比如我这个等效焦距为36毫米的镜头 距离太近的时候会出现红色提示 表示无法对焦 退后一点就可以成功对焦了 利用这个方法您可以去尝试一下 自己的镜头到底可以在多近的距离进行对焦 在使用单点对焦的时候 对焦点的大小是可以选择的 对焦点面积越小 选择的范围就越精细 面积越大 对焦起来就会比较的粗略 例如拍摄人像的时候 小面积的对焦点可以放在眼睛上 让对焦更精确 而拍摄风景的时候拍摄的物体都很大 面积比较大一点的对焦点就更容易进行合焦了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如果您拍摄的是特写 例如人像的大头照 建筑的局部 桌上的食物等等 使用小一点面积的单点对焦呢 可以更精准的按照需求的位置进行对焦 那如果拍摄的是很大的场面 比如风景或者建筑内部的空间等等 使用面积稍微大一些的对焦点呢 会更容易的找到对焦对象进行合焦 区和广于对焦 虽然在单次对焦模式当中呢 也可以使用 但是啊 我发现它的失败率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呢 是在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区域内 自动寻找高对比度的物体进行对焦 毕竟啊 这是相机自动判断的 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对焦到错误的区域 甚至呢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对焦的对象 不信啊 您可以试一下 有没有发现同一个场景 每次办案相机快门 它所找到的对焦点都不一样 所以在单次对焦模式下呢 我并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两种多点的对焦模式 但是啊 也有一个例外 比如拍摄的对象是平面 没有景深 例如拍摄材质纹理 由于整体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对焦在哪里都无所谓 所以无论使用哪一种对焦模式 都可以成功地拍摄这类题材的照片 无论是拍摄对象在移动 还是自己在移动拍摄 都应该使用AF-C持续对焦模式来拍摄 比如奔跑的孩子坐在车上拍外面的风景 或者比赛和活动现场等等这类 只要有一方在移动 就要使用AF-C模式 正因为拍摄的对象是在移动的 在对焦点上的选择呢 就不能像静止物体那样随心所欲了 如果还继续使用单点对焦的话呢 会很难跟踪 这个时候啊 区和广域对焦模式就特别的有用了 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局部区域对焦和全屏对焦模式 如果您所拍摄的物体啊 在比较有规律的位置移动 比如您家的小宠物正在朝相机的方向走过来 那它的移动范围呢 就会一直的集中在画面的中央 这种情况下呀 就使用区域对焦模式 把对焦点的范围呢锁定在画面的中心区域 之后啊 相机就会在这个区域内自动的寻找 并且跟踪拍摄对象了 您呢只需要连续按下快门就可以拍摄了 总之 只要是可以预判拍摄对象将要移动的范围 并且呢 这个范围会集中在某个区域的情况下 就要使用AF-C持续对焦模式和区域对焦点准备错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无法判断拍摄对象下一步要移动到哪里 比如拍摄小动物或者是鸟 这个时候啊 就用到了广域对焦模式了 也就是全屏幕追踪拍摄 使用的方法呢略有不同 在这个模式下呀 需要提前对焦 先按下快门将对焦点锁定在想要拍摄的对象上 当成功对焦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追踪拍摄了 无论相机怎么移动 对焦点都不变 在这里啊 需要注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松开快门 始终保持半按快门的状态 只要拍摄的对象还在屏幕内 就可以成功追踪 再也不怕他们跑得太快 跟不上了 当然您也别忘了用高速快门拍摄 否则出来的呢 全是糊的 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不小心松开了快门 那之前锁定的拍摄对象就丢了 需要再次重复刚才的操作 进行重新的对焦 好了 总结一下 拍摄移动物体呢 需要使用AF-C持续对焦模式 如果可以判断拍摄对象将要移动的范围 并且这个范围会集中在某个区域的时候 那么使用区对焦点准没错 当无法判断拍摄对象将要做出什么方向的移动时呢 我们就使用广域的全屏对焦模式进行追踪拍摄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成功使用以上的自动对焦模式进行拍摄 根据环境的光线和颜色等特殊情况呢 有可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中出现无法自动对焦的问题 比如拍摄的对象太亮了 像镜面或者是金属材质的表面呢 就会造成这种过亮的现象 自动对焦会无法识别被拍摄的物体 还有呢就是透过窗户拍摄外面的风景 比如在旅行的时候我们乘坐汽车 由于玻璃的反光使相机无法识别 是外面的风景还是玻璃上反射的画面 再有啊就是颜色差异不大的环境 比如穿着黑色的衣服在黑色的背景前拍照 相机呢会很难识别拍摄的对象 遇到以上这些特殊的因素导致相机无法对焦的时候呢 拍出来的照片有极大几率会虚掉 这也就迫使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 改用手动对焦模式来拍摄 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下呢 想要拍摄快速移动的对象啊 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都说阅读相机说明书是学习摄影初期最好的启蒙老师 您看上面的这些使用技巧说明书给咱说明白了吗 很显然摄影不是单纯的操作技术 长时间的拍摄经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您买了相机之后啊 除了大量阅读这些死板的知识信息之外呢 学习的捷径就是多拍多练习 才能快速的进行提高 在旅行前啊 先在家门口练习一下吧 与相机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和磨合非常的重要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跟着我一起玩摄影 咱们呢边玩边学习 有我在带您少走弯路 别忘了查看旅行摄影101其他的内容 反复练习